我们要进入市区了 好耶 老板 你来过这里吗 你说浮海市啊 来过一次 大四时期的时候 这里经常下雨 大大小小的山坡起起伏伏 是个很安逸的小城 我们来这里是要干嘛 追着那群土匪 追着追着就过来了 而且有个东西我比较在意 前两天我发现地图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亮点 这是什么东西啊 开发系统的人 怎么什么都不说明啊 而且这是地图第一次 给出了标记地点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 也要过来一趟 看看系统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宝藏吗 小鱼你自从可以说话后 真是一天比一天乐观了 不过城中心确实有个 存在了几百年的地标建筑 而且我大学同学 有浮海市的 他带的很多土特展 非常好吃哦 真的吗 比如土冻笋 五香卷 板鸭 薰鹅 香油笋丝 香煎带鱼 白切带皮羊肉 我的妈呀 我们能不能在这边 找个厨子同事啊 老板 说到吃你就这么有精神 路上怎么积水了 前两天下了场暴雨 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我还以为两天水就能退下去 车是停下了 小鱼你到车顶看看 明白 老板 路好像完全被淹了 看不清多深 但感觉能没过我们的车 这么深 算了 我去山上看看情况吧 夏月留在车上 其他人和我走 这里离城也不远 我们先上山看看情况 找条能走的路 嗯 虽说东南地区一直有洪浪 但这里地势也不是很低啊 怎么会这样呢 老板 我听说前几年北方下过超级暴雨 降雨量比湖泊还要多 到山顶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富海市被淹没了 老板 那是什么 那是富海市的地标建筑 老板 那那个呢 哇 那妹子身手不错嘛 好帅啊 他是谁啊 他来了吗 这么快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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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 别靠近我 行了 别怕 冷静下来 我们是救你的人 诶 请你说明一下 浮海怎么变成这样了 怎么了吗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那个怪物为什么会和你们在一起 它啊 它也是我们的同伴了 你们怎么驯服这个怪物的 驯服 才不是呢 我们是朋友啊 也是同事 好奇怪的称呼 不过 我们到地方了 锁道就是这个 这锁道是我们利用灾变前的缆车改造的 刚才你们应该也见过了 用钩子挡过去就好了 这里有四条滑锁 能过四个人 剩下的人 我带他们找别的路 好了 谁先来 我打头阵吧 打头了 快撒手 简单简单 看来没问题了 下一个 我是末世大老板 六月二十一日起 每周五六 上午十点更新 丧尸蒙妹 一拳抱五个 别个在追 了解一下